我看我看這個事情 這個禮拜天的時候 整個胡錦濤在這個場合裡面 被拉走這件事情 恐怕接下來十年二十年 甚至更久都會被全世界討論的話題 而且看起來都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我想那個場景是這樣子的 那個場景其實是在這個 其實不是禮拜天 其實是前一天的時候 就最後一場 這個要準備休息 然後攝影機都架好了 接下來要通過中央委員的名單 和候補委員的名單 以及通過黨章修改案 之前的時候的空隙 可是攝影機已經架好了 那看到那個畫面 就是說我這邊有個圖 但是這個因為大家只能看一下 這個動靜態的畫面 那簡單來講 就是說本來這個胡錦濤 他要摸一份文件 這個文件上面有個紅色的 大家看到這紅色的文件 那這個旁邊的栗戰書 就是現在的這個人大委員長 他把他壓住了 那壓住了以後呢 跟胡錦濤交頭接耳之後呢 胡錦濤就往他的這個左手邊 右手邊就是習近平的那份文件 他要拿 習近平的那份文件 上面還有白色 還有白色一張紙 就習近平也把這個文件壓住了 那麼接著呢 習近平就往右邊回頭 就找了這個這個工作人員 那這工作人員交頭接耳過了沒多久 這工作人員就出現了 那麼他就跟胡錦濤說 要請他離開 後來還拉了他一下 還甚至用兩隻手把他拉起來了一下 後來胡錦濤站起來以後 他手還舉了一下說 意思就是說我不要離開 後來這個被認為是中辦副主任 這個連名字都出來了 他就出來了白頭髮的 那麼接著兩個人呢 一手扶著 那麼一手就好說歹說 就讓他離開 離開還拉扯了一陣子 那麼最後這個胡錦濤在離開的時候呢 跟習近平講了一兩句話 那麼接下來又拍了李克強一下 那當然眾說紛紜 有人說當然說有AB版的名單 名單不一樣 所以這不讓胡錦濤看 那這個當然是有可能 可可能性也不是那麼高 就像剛剛主持人講 這些東西很多其實都已經講好了 當然啊 那你說中央委員名單說有偷換版 或者說講這個 我這個也很難很難相信 那也也有人說 因為黨剛剛修改有兩個確立 兩個確立就把這個習核心 黨中央把它放進去 那麼習近平的這個確立放在黨綱裡面 就習近平等於中國共產黨了 那而且他的整個的馬克思主義的 繼承人的味道就放進黨章裡面 可是你說這件事情 胡錦濤之前不知道嗎 也不會 那當然也有可能是習近平說 這個在最後怕譬如說不拍手 對不對 這個胡錦濤皺著眉頭 或者是這樣子 送出政治訊息 政治動作 覺得說這件事情還有雜音 所以在最後一場清理戰場的 最後一場戰役就演給世人看 把人拉走 那常常你如果說擔心他不拍手 因為照中共的傳統慣例 一定是大家鼓掌通過 是你如果擔心他不拍手 那一開始就不要讓他出現 他們絕對辦得到 如果你有這樣一些疑慮 而且胡錦濤如果不拍手 不要忘了他的兒子胡海鋒還在下面 是胡海鋒那個綠水書記 還要不要幹了 這個一定是的 所以你說胡錦濤 除非真的像老共講的 他是不是已經不管你說是阿斯海默症 還是還是什麼樣一些狀況 有沒有什麼 他只要知道他的兒子在下面 他兒子還有沒有仕途的未來 好嗎 你如果真的擔心 我就講 你寧可不讓他出現 讓全世界去猜 為什麼胡錦濤沒出現 你也不要在全世界的面前 大辣辣的這樣走 我覺得胡錦濤的出現 是有政治意義 明確的政治意義 就是說因為江澤民沒有出現 但是胡錦濤出現了 這個事情 在一開始大家還覺得說 這個事情大概已經談好了 形成共識了 那顯然是形成共識 可是後來擔心什麼 就是說 就因為他摸了那個紅色的圈中夾 我覺得這個是匪夷所思 就是說 你說紅色圈中夾有AB版 有偷換概念 其實坦白講 已經已經決定了 我也不太相信 我也不太相信 那立戰書護著 那玩意到底要幹嗎 那一打開裡面 哇不可能吧 小五哥我插一下 我在看他們那個主席 團那個進來的時候 習近平第一個 胡錦濤是第二個 然後面才是幾個常委 那一天開幕的時候是這樣 我那個時候就覺得 我以為說胡錦濤是來幫 習近平背書 是 但他背書他一定有條件 也就是說胡錦濤至少 對於下一屆的人士是滿意的 所以他才這麼年紀這麼大 他還是要來 所以我那個時候 我以為是汪洋或是胡春華 他們會留下來 有一個團派下來 火種 結果我相信胡錦濤一定是沒有想到 他絕對沒有想到說 最後他們團派一個都沒有 李克強汪洋胡春華完全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胡錦濤 是因為這個事情在生氣 他可以不來的 因為他沒有必要一定要來 因為江澤民也沒來 他沒有必要一定要來 而且他是進來的時候 他是排在習近平後面 看起來是來站台 說不定拍李克強說 我們團隊被滅 我不曉得 看起來是要來站下的 對 所以後來我就發現 我的判斷是完全錯誤 我想這個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一次 當然有很多很多的意外 可是你去看 你去看習近平十六號的 這個工作報告 就開幕式的工作報告 他講什麼 他講安全 他講鬥爭 這個兩個確定講什麼 習核心的黨中央 那他選人要選什麼 馬克思主義的這個政治家 這個毛左路線已經非常清楚了 然後在談談共同富裕的時候 怎麼談 他說規範財富積累機制 這個都在報告裡面 那這些事情看起來 其實也不是要消除 消除貧富殺局 其實根本就是要搞計畫經濟 老套路 這個變成說 疫情動態清零 搞到變成大家財富動態清零 所以這個報告 跟人事後來我們看到人事是吻合的 只是我們不相信說怎麼這樣子 汪洋也不見了 然後李克強也完全裸退了 那胡春華現在很多人還在講說 中央委員名單本來二十五個 這是二十四個 差那一個 差那一個嘛 所以很多人在猜說 那可能胡春華最後一刻被拿掉了 我就說這種事情 我們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 全世界都在猜 中共的這個大黑箱 永遠是這麼回事 但我剛剛要講的是說 這個習近平要演的劇本 一步一步 最後都演出來了 都演完了 那那個場景 胡錦濤的那個場景 我覺得就是最後一場戲 最後一場大戲 演給全世界看 他完全沒有避諱的告訴你說 我搞定了 文潔講的 我覺得也有可能就是說 胡錦濤被騙了 但是這種事情 不管原因是什麼 他就是完全沒有遮掩的告訴你說 全世界看好了 我已經搞定 做什麼事情 就是內部我要走計畫經濟 我要把所有的東西 包括新經濟 上海幫香港的金融 地產 所有這些都拿在手上 沒有什麼國進明天 明明國天 沒有這種事情 對外呢 我就是要做什麼 我自助自信 跟美國平起平坐 大國的競爭 然後我要把生產線供應鏈 都拿在手上 準備要什麼 他一直講安全 安全什麼意思 就是說老美如果對中國繼續下去的話 他就要埋鍋造範 自己自足了 所以這種大國對峙 當然增加戰爭的風險 還不見得是對臺海而已了 就是說這種大幅增加 這個風險的一個最主要來源 還是他的不確定性增加了 因為為什麼 你現在已經沒有揪篇機制 沒有人跟你平衡 全部都係於習近平的人 旁邊小耳也不敢講話的時候 那他怎麼想 他怎麼決定 這個就是我們常說的獨裁者的陷阱 就是說你看普丁 誰會知道普丁二月二十二月二十號 忽然就這樣發生 剛剛文杰講 忽然就這樣發生 這樣一場大歸那麼多戰爭 那這個事情 在習近平腦子裡怎麼想 坦白講 我們不知道 過去的很多猜測 很多的預測 都是由我們一般正常的理性 邏輯來推演 那問題是我們的想法 我們的理性 跟他不一樣的時候 然後他怎麼想 你很難預測的時候 這個風險就大幅增加